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解释 在Android里头呢 它常见的这个集合对象的一种用法 其实它用了很多 那我们这里只是举其中的一两项 来检验一下 我们学会了这个OOP的基本的技巧 基本的概念 就是集合对象的应用 那我们来 藉由这样子来 对Android的代码 能够有更 掌控的一个更好的能力 所以呢 在这个范例当中 那Android呢 使用了ArrayList 然后Map 这是一个 一个类 这是一个类 那这个类呢 就是表示呢 一个Table 的两个栏位 这个栏位是String 这个是String 这个栏位是Object Ok Object表示呢 它可以指向 其他的 这个多态性的对象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把这个 这样就是一个Map 就是这样 这样子是一个Map 然后这里有很多个Map 很多个Map的对象 这就是一个Map对象 就很多Map对象 所以把它装进去ArrayList里头 所以这里会ArrayList的呢 那么它就可以指向这个Map 指向这个Map 指向这个Map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子来表现出来在Android这边 那我们希望在Android上面 我们会有这一个Map 然后这个Map会记录 这个名字 Name 还有他的性别 Ok 还有他的性别 然后如果是女生 他就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男生就一个正方形 一个正方形 Ok 那我们先来看代码 来看代码 Ok 我们先看一个 这个GradView 这是画图的 画图的 然后在GradView呢 继承这个View 用Pen的来画图 好 那这个GradView里头呢 这个GradView的 对象里头 那么就含有一个 ShowList 含有一个ShowList Ok 那这ShowList的本身 它就是一个参考 它参考到这个ArrayList的这个对象 所以它参考到 这一个ArrayList 参考到ArrayList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每一个 它都含有一个 这里头含有好多的这个指针 那这指针指向哪里 指向这个 这里头呢 放的是Map Map呢 这一个Stream 然后这个Object 所以它指向一个Table的一个 一行 一个Raw 它指向一个Raw 那这个 每一个Raw呢 会有两个栏位 会有两个栏位 Ok 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ShowList的呢 它指向它 对不对 指向它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在 这个GrabView里头 就在 这个GrabView的 对象里头 好 在GrabView的 对象里头 Ok 这样子 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一个 被要求画图的时候 被扣 这是被扣的 扣进来的 它是从View扣下来的 当它扣进来的时候 那么它就去 ZoneList 就是 去把这个每一个Node 依照这个的 去把它画出来 所以ZoneList在这里 所以它就 建立一个CurrentNode 它在建立一个 这个对象 就有一点是 CurrentNode 那么它就记录的 现在是 到哪一个 到哪一个Map 到哪一个Map 所以它是指向 某一个Map 然后再来 再建立一个Iterator 再建立一个Iterator 这是IT 这个IT 也是指向 特定的这个Map OK 所以它是 IT指向 这个Map的Iterator 就是IT 就是IT 也可以讲 IT本身 就是这一个 Object 所以IT也指向 某一个Node OK OK 接下来 接下来 那么就 就把这个CurrentNode 就把这个CurrentNode 就把它丢过去 这ZoneNode 它就依照 这ZoneNode的内容 来画图了 所以就是ZoneNode 所以ZoneNode 它就从这个Node 这里头呢 把这个值把它抓出来 就是在ZoneNode的时候 就把这个 这里头的值呢 把它抓出来 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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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有名字 这边是有性别 所以它就把它 抓出来了 抓了名字跟性别 OK 好 然后呢 就依照这个性别呢 来决定画图的颜色 决定画图的颜色 OK 好 那 就这样子的 可以 所以呢 这个 目前呢 在这里呢 虽然 这个是String String 这是Object 但是你放String 也是OK的 放String 也是OK的 OK 它把它Get的时候 再转成String 都OK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Add的时候 是Get的NewNode 是在这里的时候 把它装进去的 你看 传进去Name 跟这个Sex的 都是String 所以首先 New一个Map 好 然后呢 再把这个 Name把它放进去 所以这里头 都放的是 字 字幅串 这里头放的是 这个String的 这个对象 这样都可以的 可以的 那 这样就把它画出来了 就把它画出来了 那这里头 只要就是 让你看出来 Android里头呢 是用这个Map 来对应到 这个表格的 对应到这个Table 所以它就 建立出这样的一个 Show List 然后 这里对应到这个 很多这个Table的 每一个 每一行 叫做Map 叫做Map 然后呢 再去 Table Iterator 然后 在这边绕一遍 就把每一个都把它 秀出来 就用到了我们 上一个 回合所讲的 这个Iterator 在这里 Iterator 然后呢 在这里就 去New一个Iterator 就叫 这一个Aredis 让它 产生一个Iterator 然后就可以 这次 就把 这个每一个Map 每一行都把它抓出来 然后 就针对每一行 去把它 画在UI上面 然后就 画出来的结果呢 就变成 这一个 就画出来 就是把每一个 这一个名字 秀出来 那么如果是 性别是女生 就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男生就画一个方块 那就把它画出来了 OK 那这个例子呢 是给你看Android里头呢 也是常 处处在用 这个ArrayList呢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Election 然后呢 这个叫复合的 就是 你看 这一个Array 这一个Map里头 包含的 有没有 Map本身 就是一个 模板 就是一个模板 然后呢 有这个模板 再加上Sring and Object 就变成这边的类 所以这个是一个类 然后这个类 就包含在 另外一个模板里头 所以这是 小模板 放在大模板里头 OK 那就是我们在 上一张 模板的地方 讲到的这个 模板的组合 的一个应用 那么也讲到 上一个会讲到 Iterator 这种迭代器 的一种应用 那这就是 这个例子 就让你 跟你说明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表格呢 就是这样 一个Name 一个Sex OK 然后呢 在BuildModel的时候 就会把数据 把它存好 存进来 之后呢 Android 再送来 这个OnJoy的时候 它就会调用 JoyNoList 然后就会 把整个集合对象 里头的各个Raw 这是 各行呢 把它Name等等 把它显示出来 在EG6 来决定 它绘图的颜色 OK 那我们 接下来 继续看 Android的 集合对象 的另外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也是 应用这样的模板 来建立的 只是说 这个时候呢 这个模板呢 是要提供给List的View 给List的View 让它显示在这个 ListBox上面 所以 我们会 建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Table 那就Table 那就等于 这个就是一个Table 然后 有两个栏位 有两个栏位 OK 那我们 就来看 这个例子 我们要把它秀在 这个 要把它秀在 这个ListBox上面 所以在UI上面 UI上面 要先创建 一个ListView 创建一个ListView OK 那这ListView呢 接下来 我们要 在这个 从DataModel里头呢 要把这个 那个Table把它漏了进来 放在我们自己的 Collection里头 那我们的Collection是定乎在这里 那我们的Collection是定义在这里 是定义在这里 这是一个 一个 变量 它是用来参考到 Arelease的MapStream的 这样子 所以它把它漏了进来 所以这Collection里头就有这个 整个Map就进来了 整个Table就进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Table呢 这是Android的一个Adapter 这Android提供的 就是用来配合ListView的 所以它就另一个SimpleAdapter 然后把我们的Collection 把它丢进去 那这样子 它就会 依照这个Collection 会把它 把里头的 数据会把它绣在 EY上 会把它绣在EY上 OK 那这里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很多 这一个 在DataModel里头 你看 这有Low的Data Low的Data 在这里头 那我们都是用ArrayList的Map 那建立 就是说这一个Collection 它是属于ArrayList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 的参考 那就 所以呢 这个我们 你看Map一个Item 就是一行 一行 那这一行 这是一个参考而已 这真正的New出一个 一个一行 对不对 那这一行 再把这个东西塞进去 把这个纸塞进去 把这个纸塞进去 之后呢 再把这一个 把它 这个Item 就是这个的指针 然后把它加进去Collection 所以我们的Collection呢 就有很多项 那这里是指到它 那另外一个指到它 有没有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就是Android里头呢 为了配合呢 List View 所以我们会建立一个Table 然后希望 把这一个 把它秀在这个UI上 秀在UI上 OK 所以这个 这个Table呢 我们看一下 刚刚Table建在哪里 Table建在这里 这是它的名字 这是它的形态 这是名字的形态 所以我刚刚 有一点讲错了 其实 这个Table呢 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栏位 这另外一个Table呢 就是说 这里所秀出来的 只不过是 这一个栏位而已 这栏位而已 另外这个栏位呢 没有秀出来 没有秀出来 OK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 这一个文字的 手柄的部分 所以 它 我们就建立一个 这个Table 那这个Table呢 到这个ArrayList的Map的时候 这 就是说 产生一个 这个Collection Collector的这样的一个 宣告一个 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只是宣告而已 然后 到 到这个才 用来 这个是 从DM 从DataModel 把它漏了进来的时候 那么 这个Collection 就指到了 这内部的 那个Collection 所以调用DataModel 把 这个 加到这个ArrayList的里头 加到ArrayList的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LodeData 是什么 那么LodeData在哪里 这个LodeData在这里 LodeData 所以它是 建立一个 你看 这首先 在DataModel里头有一个 集合的 集合的对象 所以它拥有一个集合 这个ArrayList的对象 然后呢 就 产生一个Item 产生一个 另外一个Item 然后就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 OK 就把它加进去 所以它把它在这里 就建出一个Table 就把它建出一个Table 也就是 建立一个Collection 里头呢 Point到 Reference到这些Map 每一行 OK 所以这里头呢 这一个X秒字符串 加进来 这个有一点 跟刚刚有点不对 所以是把一个Table的内容 把它加进去 这个集合对象里头 把它加进去 之后呢 再把这个Collection呢 再把它丢给 这个Adapter 丢给这个Adapter OK 那再把这个Adapter呢 再把它丢给ListView 所以ListView 会来 参考 会来Reference 这个Adapter Adapter会来Reference 这个 这个 Collect 这个Collection 然后呢 就依照这个Collection的内容 就是这个内容 把它显示在 ListView上 所以我们就 看到的ListView上面的 这个数据了 所以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是把Adapter 把它塞进去这个ListView 所以ListView 会来 参考这个Adapter 那么Adapter呢 会 里头有Collect 它会来 参考这Collect 那Collect是来自我们 LoadData 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呢 它就会依照这个 这个把它 秀在UI上面 秀在UI上面 OK 好 那我们就 暂时告一个段落 那么 待会我们再来 看看西家家的 集合类别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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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